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从大年初一就在聊空景 空景来了就没走过 我中国的游客 不是游客 中国的网友 我发现真是对日本AV女优他有期待 我就看这个微博下经常说 波多野街叶老师什么时候来 什么老师 闻到你看 有些你没看过 我落伍很多的 咱还是说这个情人节 元宵节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情人节 你们对这个节有什么印象 吃汤圆吧 吃汤圆 还有点灯吧 对 我很喜欢吃汤圆 所以我觉得这天挺好 然后呢 情人节是现在附会上去的 原来过去没有这么一个说法 唯一能找到证据的是 好像有些地方有一些民俗 说这一天女人可以出去走桥 叫走百病 哎呀 徐老师 去去去走 因为平常女的 是不能出上街的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那一出去 你想平常不能出去 看花灯吗 哎 你一旦出去这一天就不得了了 没错没错 是不是这样 哎徐老师 你说的太好了 你知道吗 太好了 说的太好了 这是一个妇女解放的第一天 对对对 这是个中国历史上的妇女解放日 这一天可以乱 不能乱来 可以乱逛 理由是为了健康 为了去病 哎 但是实际上你一逛呢 那想一想 而且是一帮一帮的走 那 那么你想有很多男的这个色狼 就在角落里蹲着 对不对啊 古代杭伯虎啊 什么什么都出来了 古代传说之一啊 也是说宫里啊 有一个宫女 名字就叫元宵 好像也是 哎 名字就叫元宵 然后就是也是这个说 做天上的这个上帝啊 神啊 对人间不满 所以呢 春节的时候就降 降灾啊 然后呢 说呃 怎么样这个能够免这个灾呢 就有大师 那个时候也有大师 跟这个皇帝一说啊 说啊 这个元宵啊 好像天上的这个神呢 喜欢这个女的 所以呢 到那天 就让他手捧着汤圆 到处去逛 然后呢 旁边还得有个人 不断叫他的名字 让这个神听见 说元宵姐 元宵姐 元宵姐 这元宵姐 而且 但是讲回那种古代习书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这种妇女解放日啊 啊 这从来都是庙会啊 什么相关 因为你点花灯 都在庙会里面点的嘛 对 那这个庙会呢 到明朝之后啊 就变得很腐败堕堕的 就是很多这个寺庙啊 或者道观啊 它其实已经不再是个宗教场所 是个色情场所 原来有色情的 原来那个时候 就是很多人搞庙了 就很多人搞庙了 做庙了 做庙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很怪 你能不能注意一点 就是这种宗教场合啊 在中国被我们搞成怎么样 中国各大城市 所有的消费 娱乐 跑江湖 卖艺 杂七杂八的人 都是在庙口搞的 你比如说南京福子庙 对不对 上海城隍庙 你注意一下 都是庙 都是庙 然后呢 苏州那叫什么灌来的 苏州啊 也是个这种地方嘛 宗教场合的门口 就一片广场 就搞这个 然后呢 传统上呢 有一些这种传统的灌啊 庙啊 它后来彻底变职 它里面呢 变成一个 让男的跟女的相会 的地方 甚至有的后面可以包房 然后甚至有的干脆自己经营起这个副业 然后呢 所以古时候呢 好人家呢 是不让小姐出门去庙会 赶庙会上乡的 如果非去不可的话呢 那就必须让丫鬟跟着去 红娘 红娘陪的 所以为什么 红娘 没错 成为什么拉皮条的 没错 所以为什么明朝以来 那么多的这种小说戏曲 总是围绕 有这个固定情节 你记得一下 这有程序的 小姐去庙会 去上乡 又看到个公子 在旁边偷桥 然后这个丫鬟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对不对 那是当时一个 很典型的状况 没错 你像那个时候说 什么庙灵啊 这我瞎猜 不不 我不是瞎猜啊 我就说什么庙灵 这女的多年不育 不能生孩子 其实那个时候 真的是 其实都说是女人的问题 可能是她老公的问题 那么 去了趟庙 摸了摸了摸了佛像的 什么地方 还是哪 就生了 为什么 为什么生了 你得在和尚身上找原因呢 你知道吗 你就是在为什么那么灵啊 这大姑娘小媳妇 说一年哪都不去 说一直不遇 说到庙里祈求 有些庙就神 为什么那么灵啊 都生了呢 那当然我们要补充 因为现在不能这样 当年这是墨流 这是墨法 那是一个糟糕 所以从 现在我看都出零墨法了 所以从元宵节 被理解为情人节 可以看出是男人 禁锢女性的这个历史 对对对 是非常长非常长的 对 这是我 我是在想到 因为在 比方说 在非常原始的时候 因为 女的是可以多次高潮的 男的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只有一次 所以男的最痛苦的 就是说 你跟一个女的 发生了关系以后 你怎么样管住 她不跟别的男的 我想过 男的从古至今 就是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把她管起来 把她锁在山洞里 第二个是答应 给她拿吃的 野猪肉啊 现在用LV啊 等等的 或者房子啊 第三个就是 灌入一个概念 弄进一个晶片 就是说你一女不食二夫啊 这个是最解决问题 但是第一个方法 听上去很粗鲁啊 其实它是时间很久很久 因为一直关在里面 所以后花园 难得逛一次 眼睛一瞄到谁 看到谁就爱上谁了 没错 这个爱情送鸽 都是这样谱出来的 对啊 哲学家这个罗素讲啊 对妇女的这种管制啊 包括对爱情的这个潜质啊 他认为源于这个中世纪社会 两条 一个叫性疲劳 一个叫性恐惧 性恐惧就是这种嫉妒 或者说有些人他自个儿啊 不行了 担心不能满足女的 因为他这种心理呢 他就要把女人给锁住 你知道吗 给锁住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什么呢 哎 我一时忘了 学老师 他不是担心自己不行 他生理上难得 就一定不行 尤其是你还要三房四切 在古代的时候 你一有地位吧 你没有三房四切 你没有社会身份 可是你想正常的情况下 你越南 所以所有的那些那些 防中树啊 全是教你怎么保护身体的 但这个也不只是一个性心理的问题 这也是雄性哺乳动物的 生理的问题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所有的雄性哺乳类动物 尤其林长类动物更加如此 那个雄性动物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怎么确保 他身边这个雌性动物 帮他繁殖 生的这个孩子 是他的种 所以他必须要看着他 然后要把别的男的都打掉 你看猴子猩猩都是这样 而那个雌的动物呢 他的本能呢 就是要尽量扩大自己 那个生殖的范围 那他呢 其实是本能的 希望多点跟不同的雄性动物接触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雌性动物会希望 让更多雄性动物 一起来照顾他跟他的后代 所以呢 而且他可以选择力量最强的 没错 所以呢 在很多的猴群或猩猩群里面 你会发现 有时候那个雌性动物啊 他一趁这个猴王不注意 他就乱搞 哎 他就怎么样 他太容易了 你知道这个还真的 就是有 有些个人啊 他也会说 就是孔老夫子 说当年 为什么要管女的 为什么要管女的 说这个里面有一个道理 女的太容易了 攻的没那么容易 对吧 就在一定的时间 男追女 隔层山啊 我男的想跟女的上床 你得同意才行啊 可是女的要愿意 那他也得同意吧 啊 不用了 咱们都不用 而且文道 你想 你想这个猴 你想这个猴也是 我跟你说 这还真的是 这个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 那些一般猴都短命 凡是要为争夺交配权 而打的 这个猴 都活不长 活得最久的 最长寿的一种猴 叫巴西诸猴 巴西诸猴呢 很特别 他的那个女的多 男的少 所以他男的从来不用 为了这事争 对吧 夫为不争 所以天下无人于 活得最长的 就是巴西诸猴 你算是元宵节 送给大家的礼物啊 巴西什么猴 从抽一讲到元宵节 都是 巴西诸猴 我们就春节 枪枪帅也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既然是中国的情人节 我给你们看看一张英国的照片 你可以看看现在 现在的新闻都是什么呢 英国三十岁的爷爷 因为不良生活方式 遭女友抛弃 你看看这照片 这照片你看到没有 这个人 后边祖父戴维斯 这是祖父戴维斯 这是祖母凯利 这是爸爸 就是他的儿子 约旦 妈妈 智雅 你知道吧 和小格雷西 抱着的 就是说 三十岁的这祖父啊 他的十五岁的女儿 这个智雅呀 现在最近啊 刚刚生了一个小孩子 生理上是可以做的 所以他已经是爷爷了 三十岁当爷爷 而且还被他祖母 不是 被他的女朋友 抛弃 说老去酒吧喝酒 所以这个是回复到古典时代 古典 我们古人也是差不多 在三十来岁就可以当爷爷了 四十岁就是生命高兽了 到了非常晚的时候 所以这个不一定要批判 是吧 当然你还是可以批判 因为我们整个人的寿命变长了 我们整个社会变了 所以你看 因为人这有个很奇怪 不过人这种动物本来就怪 或者林长类动物里面也都很怪 就大部分的哺乳类动物 这个如果过了生殖期 就你生殖期结束了 到了更年一样 你很快就死了 但是哺乳类之中的灵长类 尤其是人类 很含有的一点就是 我们是很少数的这种动物 就是你明明不能生殖了 失去生育能力 你还活那么长 这在动物来讲的话 这叫浪费 天津话讲就废物典心 就废物嘛 你都不能生了 你还留着干嘛呢 但这个就欠债说明 人类文明有趣跟重要的地方 文明恰恰可能跟这个有关 有关 就是因为我们是 失去生殖能力的人 他为什么还活那么长呢 那是因为他们积累了 太多的记忆 传统 习俗 跟经验 这就是所谓尊敬老人 尊敬长老 对对对 智慧在他们那个地方 对 那所以人类文明 是靠这样推进起来的 所以人的本性变成了两个了 一个是繁殖 一个是生存 对不对 变成了两个本能了 本来照原来的说法 动物界它这个繁殖 是它的第一使命 对 繁殖完了 就可以不是了 还有一条就是人类 跟其他的动物和不一样 其他动物的那个 这个发情期啊 都是跟季节的 都是一段一段的 对 只有人是365天 包括元宵节都不闲着 我们也是多年努力 才到今天 是吧 对 以前也是分期的 也是分期的 后来我们觉得 这样玩的不太爽 不是说 这样不太好 效率不好 效率不好 因为碰到个什么天灾人 或意外情况 就不行 所以人类自我在进化嘛 说我们必须啊 天天来 你都可以 对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时间问题 我也有一个 矛盾的地方啊 我不明白 但他们都说 人类的很多文化啊 都到最后就反人性 比如今天就说 婚姻制度 都很不人性的 对吗 那么你看啊 我有个问题 不明白 这个男孩子 尤其咱看了 徐老师这书 咱知道是吧 他十几岁的时候 是最最干嘛 最强的时候 对吗 我有这么写吗 男孩子的 哎呀 看出来了 你那被窝里的事 你全写在书里 就是你说 我就不想不通啊 就是现在说 美国高中生啊 什么十六岁 大多数都有了性经历 我觉得这个吧 我看着还能够稍稍安慰 对吗 我就觉得 平常大部分文化下 像现在我们 十几岁的时候 说是在男孩子 到十八岁啊 是最强的时候 可为什么我们的 这种文化啊 弄得我们都没机会 所以就 等会我们有机会 换句话说 我们比方说 吃东西吧 就是说胃口最好的时候 没得吃 对 等到有的吃的时候呢 胃口不那么好了 对 过年大家 这个最有体会了吧 是 最有体会了吧 对 那这个是一个文明 怎么造成的 我就想说 这个社会制度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都以为 人类社会一定如此 比如举个例子 最近美国有一些讨论 很有趣 有些我看过 连续好几篇 他们的评论家在谈 就是美国要不要 Go Dutch 就要学习荷兰的方法 什么意思 就是说美国啊 这个国家很奇怪 它一方面是个 很清教徒的国家 很多家长都非常不高兴 女儿未成年就出去过夜 或怎么样 但是偏偏美国的青少年的性活动呢 又很频繁 然后那种要堕胎 或者未成年妈妈的特别多 对 好 再看看另一个国家 就是荷兰 荷兰呢 是性上面是非常开放 对 开放到都没劲了 然后呢 堕胎的未成年生子的非常少 然后要堕胎的妈妈也很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那么开放 她有经验吗 结果就发现有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荷兰的家庭是这样 就孩子女儿到了十五六岁 或者十六岁啊 这个父母都假设 这个孩子恐怕要搞了 然后呢 他们会很开放的跟儿女谈 甚至这个女儿带男朋友回来 说在家过夜行吗 可以 然后呢 爸爸妈妈呢 是准许女儿带男朋友回来过夜 而且都认为我们女儿恐怕得跟他搞 然后就做好各种安全措施 很开放跟他谈 然后慢慢慢慢谈着谈着呢 这个男孩呢 变成就等于是提前的成为像个女婿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进入一个家庭的管制跟约束 那减少了这个女儿出去胡混瞎搞的机会 有时候呢 很好玩 就甚至何来现在有某种社会问题 叫这个女儿啊 说我要跟那个男的分手了 爸爸妈妈不干 说那男的多好啊 变成是这样 已经瞎天眼了 对 所以美国的那种很保守很清教的 让你反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所以所以所以你 你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层面 就是说一种道德习俗 对于男的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来源于把性生活跟婚姻家庭联系起来 所以年轻的人胃口好的时候吃不饱 因为他他没有家庭 中国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这种道德禁忌啊 不是那么大了 对 已经发展到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什么的 他把这个活动跟经济跟金钱高度结合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 年轻的时候的男性呢 他虽然有胃口非常大 可是他买不起吃的 因为所有这个东西变成了非常非常市场化 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 说我要有有长远的考虑啊 我要有理性考虑啊 对不对 我要要加的好啊等等等等 所以体力在这里面又是被变成了一个压抑的东西 所以到今天我这个体力日渐衰退的时候 我想起这个文化 我恨了 我就说我小时候 嫌多了 可是我想起我 你尿泥的时候 我那个小时候 浪费了 就这样荒废 人只有一辈子 我恨死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毛顿 八千之后他成为中国第三位作协掌门人 怎么叫做尽可能的去行政啊 就是应该让这个团体真正成为作家的家 女性 作家 官员 三重门 她款不轻疑 我会心里默想一句话 你以为你是谁 问答中 问答中国作协主席铁宁 双喜五夜神问答神舟 星期六 凤凰为徐中安排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闻到也是一肚子苦水 我没有啊 我完全没这问题 但是我记得我是前一阵子才看一个反动报刊 就好像纽约时报还什么 反华了 那西方媒体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到了2020年吧 好像是中国大概会有20%多的男人 是会一辈子结不了婚 对对 这是的 这现在咱们这就不用反反华 咱们自己都检讨这个问题 就女的总体上 其实香港啊 好像还是女的多 男的少 但是这个民族总体上讲 未来会出现一个缺口 你的意思是总体人口上男的多于女的 对对对对 然后呢多到一个程度是会将近有20%的男人是一辈子结不了婚 是没有预计 这跟我们这个计划生育啊 包括农村里啊 要男孩不要女孩都有关系 那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坏的后果 为什么呢 因为在很多现在一些人口学家调查 历史上面如果出现这种非常多的呃这种男人多于女人那么多的一个现象的话 这个国家会怎么样 就发现这些国家很容易去打仗 没错没事 就光棍编着要打仗 没错这个有一本美国有一本书啊 就叫光棍 我记得这个书里有一句名言 就说中国当年这个跟太平天国一起的叫碾军嘛 他也不是怎么调查的 他说碾军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光固集团 对 所以有一句开玩笑的话 说男女的分别 说 我们呢 你的 reason to sleep 我以为你说很难话 我们的 man only need space 就是女人呢 需要一个理由 才做爱 男的只要有个地方就行 但是我发现这句话高度预言性 因为就在男女的比例擦开了以后 有房 就成为男性性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对 大姐 简单了吧 所以你现在碰到一般的 我就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跟他聊天 他就由衷地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啊 就是说对他来说 这个感慨就是 我这一辈子得不到女人这么一个意义 所以就会很 真的是将来会危险的 你想想看 这就相当于在中国呢 将来或许是一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一辈子的光棍呢 就是一批经济能力 比较差的人 他买不起房 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怨恨 很多的身体还很好 然后呢 就像在揭杆而起了 对 那就真的是会成为一个很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因素 对 然后就在元宵节出来看人家 对 所以呢 但是我想说回一点 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吗 中国 不是中国是人类啊 人类这种动物奇特的 就老人多 老人多呢 这就表示人类文明是这么来的 那所以这就说明 为什么以前的人都要强调敬老啊 我就想到其实元宵 在被我们变化成所谓 因为现在我就是消费主义 把它变成中国情人节之前 元宵是什么日子 元宵其实还是个家庭团聚的日子 而且是传统上就是 可能是最后一天 对 就这天完呢 就过完年了 对 对 或者也可以说是过年以后的第一个节日 对 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然后呢 过到这天之后 过完年之后呢 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 所以以前传统上呢 如果家人一般都住在同一条村里头 但是如果真有人要出去 他也得回来过年 过了什么时候呢 就过了十五 对 所以十五晚上呢 吃那个元宵 吃那个汤圆 汤圆嘛 还圆嘛 还圆嘛 但那个日子其实是有点凄凉的 你想想那个感觉 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块 对 吃汤圆 练习要散 然后其实是明天大伙就 就要散 就你们该回哪 就上哪去了 哎 还真是 所以这天是不应该是一个情人节 那么去去去拿吃大餐什么 而是一个家人 就就这么在一起 对 这样 我也觉得 就是 我也我也觉得 我觉得整个过年啊 现在是中国的一个宗教 我自己在想 人类的基本的五个活动里 现在他最接近宗教 当然越来越政治化 越来越商业化 但是还是要在里面 给大家一个机会 反省一下 深深的意义 就是我们做人的意义过年 没错 整个从初一到元宵都这样 要敌人活着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以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灌 文明启示录 三个月 achen 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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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포 cáll 主 主 主